中朝联赛第16轮 8月4日一场上海参花客场挑战长春亚太的比赛 虽然双方最终战成一道一平 但比赛中一些不冷静的行为 还是让其中充满了火药味 比赛红黄牌满天飞 但还是第七十七分钟的时候最为引人关注 亚太球员张力似乎对登巴巴说了什么 也有说做了什么动作 结果参花的球星赛内加尔仁突然揪着张力的衣服 双方似乎在争论着什么 双方球员又都来劝架 场上乱作一团 但登巴巴依然不依不饶 看上去十分暴怒 最后二人都领到了盗黄牌 虽然恢复了比赛 但赛后的登巴巴显然还是怒气未消 直接想找张力在行理论 结果被队友劝阻 赛后了解到登巴巴之所以如此不满 是因为登巴巴说亚太球员张力 对他说 那其是黑人的语言 这才不易不饶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 吴金贵对此事也非常不满 表示神花会收集材料 将此事上诉到足协 不过登巴巴和张力这一事件 完全是登巴巴犯规所引起 比赛进行到第76多钟时 登巴巴与亚太的谭天成在中圈征顶高空球球 谭天成明显已经预判准确早早起跳 登巴巴在完全没有休权的情况 下做了个手上的小动作 结果谭天成空中失去重心 重重摔在了地上 当时27号张力就在旁边 他显然对登巴巴这次犯规非常不满 两人最终爆发口角 事出有因 登巴巴这一动作伤害性极大 吃到黄牌一点不冤 而暴打不平的张力 是否说了什么侮辱性语言 的确需要好好调查 虽然登巴巴动作欠妥 但的确其人不错是个老好人 在18个月前的那次与孙祥碰撞断腿事件中 其职业生涯几近报废 但登巴巴并没有责怪任何人 坦然接受刻苦训练 如今能重回身发是属不易 这一次登巴巴也许是真的受到了刺激 否则也不会都到了无金贵都来拉架的地步 张力也许是看到了当时登巴巴犯规实在看不过去 为队友出气 但无论如何 在国际赛场上也有规定 不能对黑人球员 使用歧视性语言和动作 可以说这是行规 何况对登巴巴这样的球员 的确没有必要出如此重嘴 这件事情既然深花已经申诉 足协也应该好好调查 听取当事人的汇报 并对判决进行解释 中超赛场拥有大量非洲和非洲裔外援 绝不能任由这样事情发生 国族的口碑已经被毁得不行了 中超可不能再落得个如此污的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